很多朋友在家里煎带鱼的时候 一煎就粘锅 煎得稀啪烂 不是怪锅不好使 就是怪油放的少了 今天就把煎带鱼的正确方法 分享给大家 学会之后 在家也能轻松煎出 这么好看的带鱼 首先把带鱼的两面 都打上一字花刀 这样更方便入味 加入葱姜丝 再加一点料酒和白醋去腥 很关键的一步 就是放入一个鸡蛋蛋清 这样做出来的带鱼 肉质非常的嫩 而且还不粘锅 每天都在呕心立血 费勤忘食的焦作菜 能给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吗 感谢大家的支持 抓拌均匀之后 腌制十分钟 接着非常重要的一步 锅里加入油烧热 把锅给它润一下 然后重新往锅里倒入凉油 再加入一点食盐 加盐的作用就是煎鱼的时候 鱼的表皮与锅产生摩擦力 这样煎鱼就不会粘锅了 带鱼煎至定型之后 用铲子轻轻推散 你们看一下 这样一点就不会再粘锅了 用铲子和筷子这样把带鱼翻面 把两面都煎至金黄之后 就可以出锅了 大家看一下 这样煎出来的带鱼 是不是非常的好 好吃的关键 就是加入这个剁椒王酱 做剁椒鱼头 剁椒豆腐 剁椒蒸排骨等很多菜 都非常的好吃下饭 把剁椒王酱 均匀的泼到带鱼上面 然后放到蒸壁上面 锅里水开之后 盖盖蒸五分钟 时间到了出锅 再撒上一点葱花 一盘非常美味的剁椒带鱼 就做好了 看着就非常流食欲 开尾又下饭 做法也很简单 喜欢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